1992年的夏天很热 我向我的朋友魏伟提出来一个大胆的设想 录制一盘老电影歌曲的连唱磁带 让他火遍中国 顺便也挣些钱 魏伟呢不太相信 他只信从广东买空白磁带 背回东北能挣钱 他差不多就是这么成为大款的 说服他呢费了些功夫 我连说带唱 后来我有一个已经升为音像业处长的同学认为可以 魏伟呢就觉得可以了 分两次掏了三万元 记得好像是十块钱一张的 三至四捆作为制作费 选歌呢倒没费什么功夫 我从家里拿来歌本 把自己喜欢的都打上对钩 有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 朝鲜的麦花姑娘 摘苹果的时候 一个护士的故事 金鸡和银鸡的命运 中国的最多 难忘的战斗 沙漠的春天 海峡 艳阳天 金光大道 青松岭 小八路 东海小少兵 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 选了有四十多手 朋友推荐了一位作曲家写了总谱 我们就进棚了 进去以后才发现 我们都是第一次进棚 熬了一周 谁都整不明白 赔了五千块钱 1992年夏天的一个凌晨 我租了面堤 送作曲家回家 他有些不高兴 说话声特别大 我呢 也是一肚子委屈 作曲家没错 作曲家会作曲 不一定会录音 就像作家 不一定会拍电影 一样正常 后来推荐这位作曲家的朋友 又推荐了另一位作曲家 孟伟东 写同一首歌的孟伟东 孟老师 您现在干什么呢 我见孟伟东啊 是在他的斗石里 记得他戴着个眼镜 穿个大背心 我可怜兮兮地说 就有两万五 什么都得包括 孟伟东说 够了 于是呢 我们就又进了棚 这次可够牛的 孟伟东把电子合成器 吉他 小提琴 唢呐 首风琴的好手 都约来了 一轨一轨地录音乐 等到歌手来的时候 我就晕了 有宋祖英 张也 董文华 胡晓晴 张伟进 严维文 江涛 还有 还有乌侍纳 吕文科 变小针 好像 好像还有 我想 可能只有孟伟东 能用这么点钱 办这么大的事 不对 一定是演员们 也太喜欢这些歌了 没怎么要钱 我记得 董文华 录南江村的妇女 给他歌片 他都不要 他说 这首啊 太熟了 开口就唱 我记得 张伟进唱完了以后 说 过瘾 我记得 张也 一点架子都没有 特别和善 我记得 宋祖英 是刚从外地赶回来的 我还记得 胡晓晴的二声部 是他自己唱的 先唱一遍准的 再唱一遍跑调的 合起来 特别好听 我记得录音师 叫王继华 我记得 录脚镣声 用的是真铁链 乒乓球声 用的是真乒乓球 骑步走的声音 是我和孟伟东 同时拍腿 我记得 录了十天 十五天 我怎么能 什么都记住了 那是 十二年前的事 我记得 我的工资是 七十多 一百多 录完了以后呢 我给魏维打了电话 告诉他 非常成功 让他准备 用纸箱子装钱 当时是武汉音像 杨子江音像 杭州音像 三家都想要 后来呢 都不要了 我去找我 我去找我那个音像处的处长同学 他老是出差 这样 时间过去了两三个月 我知道 完了 我记得 我和魏维彻夜长台 我说 我会攒钱还你的 当时我眼圈红了 魏维递给我一支烟 她说 没事 然后她就总是抽烟 不说话 后来 我刻了两盘CD 一人一张 拿走了 我把母带 当命保护了起来 搬了四次家 都没丢 1992年的夏天 先是很热 后来很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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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